好,我們現在開始了,歡迎大家來到今晚的Level 2 Retake Seminar 我是Caro, Director of Financial Markets,也有CFA Courses 今晚的目的都是給大家鼓勵,一定有的答案是未必有的 我自己看學生的經驗,以及一些提示給大家 這是我的背景 首先講一下passing rate,2013年,2013年passing rate其實是43% 比2012年高一點,我相信大家都是考驗2013年Level 2 首先講給大家聽,其實都是肥一半的,因素就是肥一半的,很多人都是肥 其實你問我,我自己的經驗裡面,很多學期同學都要考第二次才pass,所以都不覺得什麼奇怪 你問我,只不過就是再接再例而已,你問我沒什麼大問題 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這個就是我們自己internal survey,問學生到底死邊犯 簡單來說就是,哪些area是少得50%的 這個是上年的survey,上年Level 2,這個是今年的Level 2,其實都有些大分別 舉例子,今年2013年,比如說重災區先,就是多些人死的session 第一個是ethics 今年45%的同學,我們問學生,這個session都拿少於50%,就是答對少於一半 比上年只有12%,很明顯,今年ethics深了很多 如果不是,就不會突然有quantum jump的教官 其他部分都不是這麼多,就是深繼續深,錢繼續淺 但是這個突然上年的12%,今年45%,增加了三倍以上 都告訴大家,今年ethics深了很多,如果對我一個老師來講,有一個提醒 我要起Level 2的ethics,花多些功夫 基本上,比如我們的course,很多時候ethics都在最後才講 可能要放早一點講 另一個就是quantum,quantum基本上有很多同學都有些困難,41% 但唯一想說,quantum的同學都有困難,譬如上年是52% 其實今年好了一點,其實已經improve了,對我來說,as a老師,我都improve了 其實上年一半人,一半人是拿少於半分 多於一半人是拿少於半分 據我所知,我剛才跟我聊天,就跟我講,因為今年下一條time series 昨天說是多深刻,就是在那裡殺了人 quantum level 2其實只有兩個大 topic,就是regression和time series regression,你問我是不深的,regression其實是幾個formula 我猜就是time series,很多人讀不熟 殺了你 ecoin也是比較大的quantum jump,25%就升到38% 上年的level 2是新的 雖然上年,今年的level 2是新的 多了很多新的東西 可能是新的緣故,同學就打個凸 或者坊間裏面的preparation materials不夠好 亦都是比較大的升幅 在fading rate裏面,fading rate被大突破 反而accounting就不是很大問題 反而accounting一般人都ok的 你問我上年6%,今年9.4% 所以一般人accounting都是no problem 反而很多人就覺得accounting很深,其實level 2反而你問我殺傷力不是很大的 Coffer也不是很殺傷力很大,不花時間說了 equity是倒閉的,嚇死你了 由上年25%跌到4% 基本上equity完全沒問題 過了都行的 今年的題目考equity是相對考得淺了 I guess,不是怎會那麼少人有problem AI呢,good news 所以其實今年的AI深了很多 AI大於上年是很多很多 因為上年 今年講reeds 講reeds reeds是全新的 本來都想著同樣有困難,結果都沒有大困難 起碼 跟上年 差不多的難處 達對一半的同學 是差不多的 Fixed income也有一個大的jump Fixed income 上年12% 今年30% 似乎 我不知道Fixed income有什麼 記得告訴我 相對同學是比較困難的 Dulatives沒那麼大問題 不是那麼多同學有困難 起碼是 based on internal surveillance Portual management 沒有大突破 也是對同學有困難 大約36% 所以其實就看到 比較大殺傷力的題目 Topics Date Ethics Quants 以及 Economics 這三個殺傷力比較強 其他基本上都是 Inverso 相對調轉比較淺 或者 多一點 OK的 Accounting 以及Equity Equity account 都看到 歷年裏面 都沒有大問題 基本上大部分都答對題目 所以就讓大家知道 B topic 跟我會覺得比較困難 好 這裡問 為什麼那些人肥 其實我想 有很多原因 第一個原因很簡單 就不幸運 有時候真的不幸運 就是 剛剛你熟悉那些不考 你不熟悉那些就考了很多 或者看錯題目 看錯背景 背景 這都是一些 原因 你問我很多時候 真的 不用怎麼解釋 所以說不幸運 這個解釋 其實都不需要怎麼去 細節 但當然 我也說回 視乎你離開那個 Bank 差多遠 如果你說差很貼的時候 可能差一點 就真的不幸運 離開那個 Passing Grade 越遠的時候 可能有些困難 有些problem 我就 summarize 我自己的經驗 給同學一些 suggestion 第一個肯定 我覺得是 預備得不夠多 官方 根據CFA Institute 就說300個小時 的preparation 官方說 當然 這個 很flexible 有些人就 預備得多一點 有些人預備得少一點 但我想 你問我 預備得不夠 似乎是有幾大的原因 先譬如 很簡單 除非你是尖指 內地尖指 你看一個equation 看兩次 就記得去 否則 Level 2 都幾多equation 給你記的 你唯一的方法 就是 我經常都說 早點記 和讀多一點 否則 裡面那麼多equation 你很難記一遍 最大問題當然 就是考那些equation 你不熟 就考那些 這些都是一些 比較大的issue 第二我想說 就是 很多同學 特別是 上課那些 我經常都提及 Level 2 就是extential Level 1 就是 延伸就是 Level 2 所以很多人的困難 Level 2 因為Level 1 不熟 特別fixed income 是很清楚的 因為fixed income Level 2 其實都是同學的困難 Level 2的fixed income 是 Based on Level 1的fixed income 如果你不知道 mortgage-backed securities 如果你不知道 什麼是 scrollable bond Portable bond Level 2的valuation 就完全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等於credit risk 那些東西 所以這個我想 是一個 Level 1 特別 反而 accounting 特別是 accounting 也是 accounting 就是extension of Level 1的accounting 所以我認為你懂得 free cash flow 如何計算 Ratio 但這個似乎 就不是大問題 但是 Fixed income 和那個accounting 都是extension of level 1 你Level 1不熟 Level 2就很大困難 另外想說一件事 就是portfolio management 其實portfolio management Level 2 其實是很dependent 其實是extension Level 1的 你記得Level 1 有講cap m 有那些multi factor model Level 2繼續講下去 所以我覺得這部份 如果同學是 不夠穩 不夠紮實的話 可能去到Level 2 也是會有困難 第三樣東西 我剛才說過 就是 材料不夠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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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vel 1和Level 2 都是 尤其是 因為Level 2 不同 Level 1 Level 1 這些題目是 individual questions 所以雜錯很多 都會是 因為基本上 你 在Level 1裡面 是沒有大 topic 就是這樣說 我經常說 Level 1 完全不懂defer text 都是沒有問題的 你完全不懂什麼 leases 是沒有問題的 你其他懂得 就開始考試了 但Level 2 例子 例如剛才說 Time series 一個大 topic 你不是一組題目 如果你有困難的話 沒有組題目的分數 就殺出力很強 所以你 變得對 學生的要求 高很多 我想 大家同學都有經驗 就是 Time management Time management 三分鐘一條題目 三分鐘一條題目 如果你本身 是 over spend的時間 在一條題目裡面的時候 加上你又不是很熟 一條多了 一條多了兩分鐘 另一條多了兩分鐘 加上 Combine下去 後面 就很有困難 簡單來說 每一組題目 都有一些 每一組題目的item set 都有一些 淺點又深一點 如果你 淺的那些 沒有時間做 花了時間深的那些 就變得很困難 一般的題目裡面 那個item set裡面 總有一兩個題目 送分給你 但是如果你做 前面那些太深的題目 花了20分鐘 25分鐘的話 後面的題目 錢 都沒有時間去做